這個是它的主程式 這是翻譯軟體主程式 你可以點兩下打開 這樣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程式其實蠻小的 但是字典檔都是很多 我只是先抓兩個 先抓兩個 您在網路上它可以找到很多 好這樣就裝完了 那麼字典檔的部分 您要注意一下它安裝的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把字典摳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你看我把我的字典檔 你看這裡面有 遠流的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它裝完之後在 C槽Program Files 有一個叫做 Stardisk 新記憶網DIC 這個裡面 所以我字典就貼到這邊來就好了 就貼到這個位置 您可以看一下這邊 在這裡 沒關係這個其實不用插 剛剛裡面就有了 所以您現在有了之後呢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在這裡 托托 執行 那這樣就有一個字典的部分 哎呦又有新版本 3.0 我這個是3.0 我就先不要 好 那它裡面有幾個功能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當作 就是一般的翻譯嘛 直接打了再翻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 當然就是 您在這裡面 如果 如果您滑過去 有沒有 直接做翻譯對不對 網頁也是一樣 網頁的話 有看到了齁 嘿是不是都一樣的 對不對跟一點通蠻像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本身 它的字典 如果您覺得不夠的話 您看一下在這邊 我把它主畫面打開 它這邊有一些那個什麼 這裡 詞典的管理 您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兩個是放兩個 對不對 如果不夠的話 您可以再去找 網路詞典上面可以去更新 來 哇 因為可能被防火牆擋住了吧 如果沒有的話 您就直接到它的網 網站上去找就好 好 讓它網站上去找 好 讓它網站上去找 誒 複製起來 你可以讓它網站上去 看一下 因為其實上面有很多的字典 可以直接來用 我想這樣子您用起來 應該會蠻安心的啦 好 在DitchNet這邊 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 那個 你看 中文的 有沒有 你有 什麼 朗 朗道的 還有什麼 簡明的啦 21世紀 陰和牛津的 這些都可以抓下來 那就放到我們剛剛的目錄上去 就好了 那如果您覺得有時候這個樣很煩 所以很煩就是因為它預設就是 滑過去就會 就會幫你做翻譯嘛 如果您不需要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關掉 那怎麼關掉 在這邊 點一下左鍵 右鍵 抱歉 有沒有叫取詞 你把它拿掉 那這樣它就不會再出現了 就不會再出現了 所以您可以就是 利用這個方式 那就有一個很 不錯的一個翻譯軟體 完全不需要說所謂使用 非法的軟體 那這樣 給各位老師做參考囉 記得就是那個字典 要放的位置 字典要放的位置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您